第一章 一切始於你的信念 信念不僅僅是頭腦中的一個想法 它還之配著我們的心理 理智羅伯特·博爾頓 我不得不從信念開始這本書 因為信念是吸引力法則的核心 是我們在生活中所經歷的一切原由 相信這個詞以及它的各種變體非常重要 在這一章接下來的內容中 我將會用邪體來表示它們 如果你不相信我在這本書中傳授的內容 這樣你就不可能會買這本書 更加不用說學而自用 從出生以來 你的生活經歷讓你相信某些你認為是真實的事情 決定了你目前的境況 沒有人都聽說過按位制效應 在這個效應中 那些人得到的只是糖 但是他們就以為是藥 很多人會產生相應的反應 就好像真的吃了藥 那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真的吃了藥 我們無數次聽到過運動明星們說 沒有人認為我們可以贏 但是我們相信自己可以贏 我是一個籃球迷 曾經多次聽到過這樣的說法 現在你會看到非常年輕的人成為百萬富翁 已經不再年輕的運動員 在奧運會上贏得獎牌 完成了那些人認為他們不可能做到的事 前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贏得總統大選 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總統 而之前很多人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所有這些人有什麼共同點? 他們都始於一個信念 相信這是可能的 無論是總統大選 體育比賽還是其他任何事 我們的信念直接決定了我們的命運 正如你將會看到的 信念具有無窮的力量 對於我這樣有科學精神的人 需要看到以上說法的科學解釋 解釋之一是 在邁克爾·塔爾伯特的《全色宇宙》這本書裡 他寫道了神經生理學家 卡爾·普利·布拉姆的研究成果 即是進入大腦的視覺信息 在被傳遞到視覺中書之前 會經過聶頁的編輯加工 紀元亞航研究發現 普利·布拉姆和他的同事提出 我們所見到的事物 只有不足50%是來源於進入我們眼睛的信息 和有型的客體 另外50%以上所見到的 就是來自我們對世界所擁有的主觀期望和看法 因此 無論從外界進入我們的大腦的圖像是怎樣 大腦都會基於我們的核心信念 對它進行至少50%的改變 然後再結合另外的50% 就構成了我們最終看到的現實 在接下來有關顯現的章節中 我會再次提到信念這個強以有力的概念 都會對手